完了完了我刚刚飞了一万多米 现在信号完全中断 已经大概过了五分钟左右了 信号一直没传出过来 一直都是这个黑屏状态 这不会丢了吧 有了有了 兄弟们过了大概七八分钟 这个信号才传过来 吓死我了 现在距离还有八千多米 电量54% 八千米月还剩54点 预算飙还能飞回来吗 举下它的自动反航 抖动拉一下 抖动拉速度稍微快一点点 我们继续往前飞 看能不能回来 第三波这个画质还是可以的 虽然信号也还行 就是刚刚出现了点霸准 从反航到信号丢失 大概有五六分钟 一点都踩出不了信号 现在看能不能回来了 还有14%的点 飞机马上要迫降了 还有两千八百米 我们挑战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飞机拉回来 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12%马上迫降了 10%严重激励量 现在来自动迫降了 原地降落原地降落兄弟们 完了完了 它必须我们没有没有地方 没有取消的按钮 它只能确认 但是你这个时候可以 适当可以保持点高度 这边都是高压线 我们可以转一下 把方向调整一下 高度不让它降低太快 6% 我们估计得去外面捡飞机了 5%的电强制降落 我们找一个适当开阔的地方 等一下去捡飞机 3% 我们就在这儿讨地吧 找个讨地在降落 这边没什么人 应该好找一点 3% 就在这 就在这就在这儿吧 这边感觉还行 荒地没人 好的 2% 2% 让它降落吧 让它破降 我看一下啊 看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地方 就在这儿吧 就在这儿吧 没外码了 这边应该没这么人 往这前面推一点点 让它降落在这个地方 没人就好找一点 来我们破降 降落了啊 现在离我们有1398米 兄弟们 我们对这个新品的 玉山Pro无人街 总共拉锯是飞了1万米 现在回来剩于1300多米 然后回来因为风大 在这儿地量不足 然后破降在1000米开玩 现在抓紧时间赶快找 不然飞机就丢了 走 我们点击我的 我们进入这里面 看到一个找飞机功能 看到没 这是个地图 这里面可以下载其他地图 我现在带冰扣里面 没有其他地图 我们可以通用这个地图 去寻找 我们现在出发 哦好 前面堵住了 封路了 兄弟们 那边估计不能走了 我们估计得下车了 我把车厅一边 估计得刹车去走 我看看这边能不能 在上面走 前面跪在修路 然后封住了 然后我们的飞机就在那个位置 应该就在前面 然后靠近了一个田地里面 快到了 过了红绿灯 应该就是在那个荒地里面 我对我下降的时候 对这方面有印象 你们飞机如果破降的时候 一定要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建筑 或者一些可以观察的一些点 这样的话 方便我们咱们去找飞机 来 咱们正经下车 去找飞机 这地图导航 可能就是在这附近了 应该就在这下边 下降的时候 我还看到了这边 走 降落飞机 一定要选择一个没人的地方 这样更好找一点 哎呦 干了 兄弟们 这个泥巴全干了 这个地图马上冲河了 找飞机 比玩飞机更有乐趣 咱们出门探险 哎呦 好 兄弟们 在这在这 快过来 在这里 快快快 这 找到了找到了 非常平稳的降落在这了 这里面可能之前是一个 河滩啊 但是全部干掉了啊 咱们飞机 安全的降落了啊 电量应该完全耗干了 没电了 本色垃圾我们飞了 一万零一百多米 然后迫降在这个荒地了 通过我们11色色 这个信号还是可以的 你们不要轻易模仿 垃圾有风险 起拉起珍稀 一张 一张 我们下回顾的